十二年俗户行大禹 福德福星在秦中 太阳太阴皆来照 行德大禹好德义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关于事件岁月如梭 时间来到了公元2025年的岁次已是年 在这一年中 生肖俗户的朋友可以说是好运连连 首先我们来看到本命宫 如同老师一开始说到的 俗户的朋友 今年的本命宫 迎来了福德星 福星 还有天德星 这三颗大吉星来作证 而福星有卷蛇星 绞杀星 六亥星 截杀星 这四颗星秀来影响 这也揭示着俗户的朋友 的确是好运组的成员 但难免有时候太好运了 比较飘了一点 讲话跟行为有时候会太超过 导致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争端以及事件 所以在这个2025的岁次已是年 这个俗户的朋友 你真的是一定要去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这是你要作业的功课 而在工作与事业方面 俗户的朋友 受到远方的太阳星与太阴星的双重加持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犯的太大的错误 基本上都可以顺风顺水的 而且还有天以贵的这些吉星来帮助 那么做好人际关系 达到升官发财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俗户的朋友要好好的把握这个不错的时间 好好的让自己的事业来争取 我们可以更上一层 白痴干头 对于从事内勤行政的朋友来说 受到了天德星福德星和福星的力量影响 可以在这场中获得比较多的机遇跟支持 如果你是属于管理阶层的 领导能力和工作效率将可以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认可 特别是在处理日常事务和行政管理方面 可以清楚的把各项事务都处理得紧紧有条 但你也不要忽略了 复星中的卷舌星等相关复星的影响 也必须要小心职场上的暗流以及障碍 避免因为我们讲话不得当引发一些误解或是冲突 所以日常的用字浅词也还是要注意的 毕竟我们事情都是要靠人来做 你把人都得罪了 那你后面的事情当然也就不好办了 对于处理外勤事业务的朋友来说 受到了天德星福德星和福星的力量影响 在业务上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只要有用心在本职学能上 我们的销售能力和客户关系 可以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 所以做好CRM也就是客户关系管理 对于做业务的朋友是很有加分的 当然,复星中的卷舌星等相关的复星群影响 你有好的业务开头 也必须注意沟通过程的尊重以及用字浅词 你不要太随意感情很好,随便来乱讲话 不然你可能会引发一些冲突 倒手的压制也突然长了翅膀飞走了 那不是很糟糕吗 而对于从事专业服务的朋友来说 受到远方的天除新的影响 我们的专业技能跟服务质量 当然可以受到客户跟同行的认可 大家好配合 特别是解决客户问题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 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口碑跟认同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 客户会找我们 就是因为他不懂 他不懂 所以他才会找我们来去付费服务 那么他问一些问题 有时候就觉得也是很瞎 在我们专业眼光里面看起来很瞎 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回答不要把扣当笨蛋 或是给他一个同情的眼光 或是没有耐心回答 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场面 所以整体而言 出路的朋友在2025年岁次已逝 事业欲属于终极 在财运方面 今年本命宫无论如何 都有福德星与福星这两颗极星来守护 所以整体的财运 的确会比过去来得高 但毕竟太阳星与太阳星的光芒 实在太耀眼跟璀璨 所以老师还是比较建议 这个岁次已逝年 还是把时间花在正财上面 也就是我们的职业所得 而有些朋友会说 老师那我专心做投资 把投资当成我的事业 那是不是也符合正财的条件呢 也可以在这个好一年 我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利润 这个不是不行 只不过他是有个前提的 那就是你是属于开立投资公司 并且公司是以收取投资服务费 作为你的收入来源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或是你本身就是合法的基金管理人 或是专业受雇于企业的操盘手 这个就符合你是专职做投资 把投资当成正财 来获得太阳星太阴星等集星的保佑 但如果你是拿自己的钱 或是亲朋好友的钱 来一起操作 那就不属于政财的范围 所以没办法受到极星的守护 这个别说 是不是只是一个身份差别而已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来举个例子来说 哪怕你是话陀的传人 但是你没有医生执照 没有这个资格证 你就不能给人家看病 你做了就是犯法 这样懂老师的意思吗 名称是很重要的 而对于投资理财方面 熟户的朋友 今年的财运是比较稳定 所以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 例如债券型基金或是存股收红利的方式 或是做一些退休账户的准备 都是比较合适的 而对于比较高风险的投资来说 受到本命宫的截杀星 以及远方的天空星 以及阴杀星的影响 容易会因为辛勤的起伏 导致进出市场次数会过于频繁 而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亏损 或是汇损 而特杰在几个月 也容易受到复兴群的一些攻击跟影响 导致我们会成为市场的繁指标 买多转空 买空转多 一整个就是很无语的状态 所以在税吃以四年 尽量以稳健的方案进行理财 是比较好的 而在一般财务方面 疏忽的朋友受到远方的闲持心的影响 容易会把钱花太多在娱乐的部分 身边有些钱就想要去花掉 也请大家吃饭 或者我们去看个电影什么之类的 这个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你会超出预算 而在其他方面 受到小号星与截杀星的影响 容易会因为意外事故导致破财 所以检查一下 你自己的汽机车第三人责任险 你有没有买好买满 毕竟人在路上走 风险都会有 所以先花点小钱 把风险先规避掉 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 整体而言 苏武的朋友在岁次2025几乙事年 台语属于小级 YES 而在感情方面 苏武的朋友在2025年岁次乙事 就真的比较精彩了 同时收到了天以贵人 闲持星 桃花星 红蓝星 这四颗星宿的照耀 基本上真的是享受到大家的关爱跟喜欢 这也就是说 单身的朋友 只要你有心想要脱单 那么在这个2025年 你成功的概率 那是最高的 因为这些四大星宿 没有一颗 是落在我们本命宫里面 那有没有用呢 都是外面给我们的加持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 我们是被动那一方 我们招了加喜欢 别人会对我们有好感 那么有好的外在机会 我们只要愿意去主动 那么这个成交的概率 就会变得比较高了 当然话虽如此 我们还是要抱持着 凌缺污染的心态 去面对感情追求 因为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好的姻缘是如骄士气 不好的姻缘 那就是你死我活了 所以 虽然今年的姻缘桃花很旺盛 但还是要去注意往来的细节 你不要拳你打之后 再去取舍 有时候免费的 它是最贵的 对姻缘或是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就要注意 今年的各种人员 一般都会比较好 所以可以利用这些心秀的力量 来稳固或是拓展一下 自己的人脉关系 但是你要注意好男女的分纪 要自己适当的营造出来一些边界感 避免造成的误会 毕竟远方有天官服 以及三行星的力量在蹲守 所以自己如果想搞暧昧 或是早上偷栽花 晚上拖爬墙的 极大概率都会出事故 如果没有营造好边界感 那么对方也会因为我们的延迟或举动 感觉他自己感觉受到了冒犯 那么我们原本的这些好人技好口碑 都容易引发了一些纠纷 那就变成坏事传千里了 会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等等之类的 那就不很美好了 而对于家庭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来说 心情会比较容易浮躁 所以如果你的伴侣他是属虎的 你可以多陪他出去走走 在家庭的预算许可之下 出去吃喝玩乐 享受人生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就是还是一点 你要把预算把控好 有多少钱 我们就买多少精彩嘛 对不对 反过来就不好了 整体而言 俗户的朋友在2025岁次14年 感情也属于小级 YES 而在健康方面 俗户的朋友今年受到了本命宫的 六害星与绞杀星 配合远方的死浮星与晦气星 所以今年俗户的朋友 如果不是非常必要 例如至亲好友 那么就尽量不要参加仗礼 避免触发死浮星的力量 导致整体的运势 会受到一点波动的影响 但如果是至亲好友 或是必须要参加的一些仗礼 或是吊咽 那么请记得参加之后 要去公园或是有草地的室外场所 好好的散步至少一个小时 把身上的负面力量 通过大自然把它代谢掉 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而在自己的健康方面 要注意头痛跟腰伞到 脚扭道之类的外伤的问题 因为受到远方的黏杀星 以及非刃星 还有贯锁星的影响 特别容易因为应注意 而未注意 所导致的一些意外人生事故的发生 磕到碰到闪到了 就算是小事了 但是也容易引发一些外在的意外事故 比如说车祸等等之类的 不仅仅是你不小心 而是别人应注意未注意 那你不是很倒霉吗 这其实我们自己多加注意 尤其是骑车开车 转弯或是发动车子 我们多左看右看一下 有没有别人不小心 你不会耽误我们太多时间 但是可能就可以避免一场重大的事故 所以多注意一点 有好无坏 这是比较好的选择 而在其他方面 基本上受到各大奇心的守护 你只要不要太过的透支身体 例如熬夜或是醉酒或是多次的暴饮暴食 在短时间内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平安的状态 如果透支 那就是自作孽 不是老天不保佑 那是你自己不自爱的 所以整体而言 苏虎的朋友在2025岁次已私年 健康瑜可以说属于终极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苏虎的朋友 在2025年岁次已私年的流年总论解析 在经历了多年的压抑 以及空王小队的历练 熬虎的朋友 今年真的是属于好运组的成员 但是好运 他也从来不是突然来的 而是我们熬虎的朋友 经过这几年的历练 所得到的成长与努力之下 所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收获 记得老师说的 因果巨石 做什么事情 就会迎来什么样的结果 老师公布流年的时间 是提早半年了 等于看到这边视频的朋友 你有半年的时间 来给自己做好更多的准备 跟多大的福田 就会收获多大的善果 你有没有下定决心的呢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记得关注与订阅老师 老师每个月都还会有流月总论解析 让你掌握年年月月好运的关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老师 赞 订阅老师 立即 订阅老师 公布 赞 订阅老师 感谢观看